各位觀眾朋友晚上好 歡迎您收看《藏人行戰》中央電視台本週西藏華語節目 今天是藏曆2143年12月15日 公元2017年2月10日 這期的主要新聞有 達賴朗瑪尊哲表達對亞洲創造聯盟的希望 達賴朗瑪尊哲談當代印度復興古印度智慧的重要性 藏人行戰中央次鎮迪達日本展開為期兩週的正式訪問 國際深遠西藏運動組織發表聲明 表示絕不允許中國干擾美國的學術自由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朗瑪尊哲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印度青年發表愛心與道德為主題的演講 本週一2月6日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朗瑪尊哲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耶穌與瑪利亞學校 向該校的1400多名師生發表了愛心與道德為主題的演講 達賴朗瑪尊哲表示 21世紀的人類要以慈悲的行動來引導人類的智力 並為創造一個更加快樂和更加富有同行性的世界而撥下愛的種子 達賴朗瑪尊哲指出 當今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 如全球變暖 資源短缺 冰川退縮 人口增加等等 故此 我們要付諸行動 為實現人類的共同目標 即創造一個更加快樂與和平的世界而團結努力 當天達賴朗瑪尊哲還向與會的師生們介紹了他的三大使命 即提升人類價值 推動宗教和諧及保護西藏的傳統文化 尊哲表示 他的第一個使命是提升人類價值 這是包括所有70億人口的地球人類而言 從根本上講 我們都是同樣的人 無論你是否信仰宗教 但大家都追求幸福 享受平等權利 科學證明 人類是富有同情性的動物 在實現身心快樂方面 我們應該在人類一體性的理念基礎上 實踐愛心與道德 尊哲還進一步解釋說 所有宗教鼓勵愛 慈悲 同情和寬容 而不是仇恨和歧視 世界上所有宗教都具備改善人類的同等權利 我們信仰不同的宗教 但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因為世界上的所有不同宗教都強調 愛 慈悲 同情和寬容 緊接著尊哲在介紹他的第二項使命 推動宗教和諧時表示 無論任何人對他人實施暴力 那麼他不再是任何宗教的追隨者 尊哲的第三個使命是保護西藏的傳統文化 尊哲表示 努力保護西藏的生態環境和豐富的傳統文化 與宗教遺產 包括西藏語言文字極為重要 尊哲指出 2011年我主動移交西藏政治權力給民選領導人 終止了延續幾百年的達賴喇嘛 作為西藏人民政治領袖的這一機制 所以現在我可以集中精力 純粹保護西藏佛教文化和生態環境 隨後達賴喇嘛尊哲還對歐盟的精神表示欽佩 尊哲表示 他期待著亞洲聯盟和全球一級的聯盟產生 尊哲講道 本人從歐洲聯盟的精神中獲得了希望和靈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從前幾個世紀以來 卷入暴力衝突的歐洲國家 在決定各自國家的利益時 都把和平放在首要地位 我對這種精神感到非常欽佩 我也期待著在非洲、拉丁美洲 甚至在亞洲這些發展中國家也發揚歐盟精神 同時中國、印度和日本等國 也能和歐洲國家一樣創造亞洲聯盟 另外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朗瑪尊者 近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向當地的數千名印度青年發表 以當代印度正信古印度智慧為主題的演講 2月5日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朗瑪尊者 在新德里塔卡多拉體育中心 以當代印度正信古印度智慧為主題 向3000多名印度青年和學者發表演講 達賴朗瑪尊者指出 幾千年以前傳統文化繁文建立的古印度智慧 其思想體系及存在價值在現代社會 仍然迫切需要 非暴力的理念和宗教和諧的概念 在印度上海存在 現在你們應該專注於自己的古代知識 並努力以非宗教途徑恢復這些智慧 這些古老的印度智慧是人類的普遍價值觀 達賴朗瑪尊者還表示 印度是唯一有機會和條件 將古印度智慧和內在價值觀 與現代教育相結合 以促進使印度成為物質與精神 同步發展的健全國家 如果你們朝這個方向繼續努力 那麼你們將會更加廣泛地 利益到整個世界的發展 尊者還表示 現在當人類被動物殺死時 成為赫然失色的新聞 然而當一個人被另一個人殺死時 這樣的消息被視為很平淡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朗瑪尊者強調 今天世界上的許多衝突 是從絕對勝利和失敗的概念中引起的 他提醒說 現在正是時候 我們該確認世界上的每個人 都與各國的政治制度 經濟結構和生存環境息息相關 另外 藏人行政中央四鎮羅桑三個博士 抵達日本將會見日本國會議員 教育界官員及參訪四院 同時圍繞西藏問題舉行公開會談 本月5日藏人行政中央四鎮羅桑三個博士 抵達日本填城機場 受到藏人行政中央駐日本辦事處代表 隆多先生和日本支持西藏小組成員等的熱烈迎接 訪問期間 四鎮將會晤約87名日本國會議員 並在東京眾議院內舉行會議 討論西藏問題和宗教自由問題 日本支持西藏小組是去年11月份 在該國國會成立 本月12日 四鎮將訪問藏人行政中央駐日本辦事處 及東京藏人社區 並發表講話 13日 四鎮羅桑三個博士將同日本國家基金研究所 智囊團主席英景女士進行會晤 英景女士也是和平與繁榮雜誌的編輯 同樣也是日本最勇敢和最有責任感的記者 日本時報描述英景女士對西藏問題相當投入 緊接著 四鎮將訪問日本大阪市 對有關人士發表西藏當前的局勢和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等 另外 西藏問題對於亞洲和世界的重要性等方面進行公開演講 該活動由西藏支持組織《血液之火》主辦 2月17日 四鎮將訪問東京玉川大學 藏人行政中央四鎮羅桑三個博士先後兩次 2012年和2016年出訪過日本 這次是第三次出訪日本 與此同時 本月6日 總部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際深遠西藏運動組織 針對加州大學聖地戈亞分校部分中國學生 反對達賴喇嘛村者出席畢業典禮的事件發表聲明 該聲明一文如下 加州大學聖地戈亞中國學生和學者協會 反對達賴喇嘛應邀出席今年的畢業典禮並發表演講 這不僅是不可理喻的 而且嚴重破壞了美國的學術自由 達賴喇嘛是和平 同情 寬容和理解的傳播者 這個事實在美國和世界各地廣為人知 很明顯 加州大學聖地戈亞中國學生和學者協會 不熟悉達賴喇嘛在美國進行的眾多公開演講的內容 他們不準確地指責達賴喇嘛尊者進行了 煽動性和具有嚴重政治恭敬性言論 我們高興地看到其他中國學生並不同意中國學生和學者協會的提議 中國學生會的行為也應該引起全體美國人的注意 尤其是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國會的注意 因為這些中國學生公開承認他們的行動是 諮詢過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的意見的 中國大使館和領事館絕不應該被允許直接或接接地干涉美國大學的學術決定 多年來中國一直嘗試通過直接威脅和親切吸引令等方式來拉攏美國教育機構 使他們在包括西藏問題等敏感議題上站到北京的立場上來 途徑之一就是孔子學院的設立 雖然官方宣稱設立孔子學院是為了促進學習中文了解中國文化 但我們有證據表明孔子學院已經被用來宣傳中共對西藏等問題的態度 數年前國際支持西藏運動組織就向一所美國大學要過相關資料 結果我們得到了中國官方描述西藏情況的書記和光碟 而這些材料是直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五州傳播出版社出版的 另外 新華社2012年1月10日的報導 確認一份由官方的西藏社會科學院出版的雜誌 主要是散發給駐華外交使團、大學、研究機構及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 《紐約時報》在2012年3月4日曾發布的一篇標題為 評論對中國機構在美國大學施加影響表示擔憂的文章 該文章引述了邁阿密大學中國政府與外交政策 朱科恩·托伊菲爾·勒德爾教授的話 教授說道 你會被告知不能討論有關達賴喇嗎 或不能邀請達賴喇嗎訪問校園 西藏、臺灣、中國的軍備建設 中共高層的內部爭鬥等議題都被劃入不可討論的範疇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中國學生和學者協會 抗議學校邀請達賴喇嗎 這個留學生組織做的是中國政府做的事情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大學邀請達賴喇嗎尊者 反映了美國公眾對尊者的思想和世界觀的興趣與支持 不幸的是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學生和學者協會 這次抗議明顯是當今中國政府短視的政治議題引導之下發起的 觀眾朋友 藏人行政中央電視台本週西藏華語節目就到此結束了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週星期五再會 祝您有個愉快的週末 晚安